好,这一课讲微分同胚 那么微分同胚是什么呢? 这个定义就是说给AEB两个开析 G呢是从A到B的双摄 并且它的反弦数和它本身的都是CR函数 那么它就叫微分同胚 就是一个双摄,并且它的本身与它反弦数都是CR 就是微分同胚 那么我们这一课的目标呢 就是说 微分同胚呢 在一个尽可求償机上的相机呢 也是一个尽可求償机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任意的微分同胚呢 都可以局部呢 变成一个Premitiveomorphism 就是基本的微分同胚 好,那么在之前呢 我们需要一个引领 这个引领就是说呢 A是开析 并且G呢是一个C函数 然后呢 如果 A的子机E呢 是一个零测度机 那么它的相机呢也是零测度机 好,那么这个是18.1 好,那么第一步呢 第一步我证明就是说 对于Epsilon DELTA 大于零 S如果是零测度机 那么 那么 DELTA S 它可以被 可数多个Close Cube 给覆盖 并且呢 并且呢 每一个呢 它的宽呢 都是小于Epsilon 那么 它们总共的 T1呢 加起来是小于Epsilon 好 那么 其实如果它是零测度的话 作为一个零测度机 也就是说 This is to show 就是我们指示证明 如果说 Q 是个 长方形 那么 Q Q Covered by finite Q 就是 只需证明说 每个长方形 可以被有限格 Close Cube 给覆盖 同时呢 每个呢 这把宽是Epsilon 但是它们的 Volume呢 要小于 2乘 VQ 这样子呢 因为S是零测度机 它可以被可数多个这个Q 给覆盖 那 你每个Q 都能被有限格 那个 Close Cube 覆盖 那你可数个长方形 里面 对吧 覆盖的这个S 那你同时也是被可数多个 Q 给覆盖 因为这个有限 可数多个有限级的病 还是一个 可数级 对吧 你可数的可数病 都是可数级 因为有限 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好 好 这样 让Q 等于 A1 B1 乘上 A N BN 那么 有一个Lambda 大于0 使得什么 Q Lambda 等于 A B1 Lambda B1 加Lambda 就是把它给拓宽 把它拓宽 两头拓宽 那么 使得它拓宽之后呢 我没有 它呢 拓宽之后 它的体积还是小于2倍的 VQ OK 那这样子呢 你可以选一个N呢 试到什么 小于 minimum的 这个 然后 考虑 N N 属于Q 这样子之后 你看这个 CI呢 行入这样的 数最大的那一个 同时呢 有CI 小一堆 AI 最大的那个小 AI 然后呢 DI呢 是最小的那个 DI大一堆BI 那么这样子 有了这一步之后呢 就AIBI 属于什么 CI DI 对吧 但是呢 它没有小于什么 AI-Landa BI加Landa 为什么呢 因为啊 AI-CI 是不是 这个CI是习度M除以N的 对吧 对吧 所以 它呢 是小于一分之一的 因为它是 最大的心动量的数十 它是小于它 那么你相差之后 它肯定是小于这个 如果你不行的话 那你这个CI 就不是最大的那一个 对吧 所以 因为 这个 因为它是 largest 对吧 那一除以N呢 根据我们的定义呢 它是小于Lambda了 所以说 没有AI 小于 AI-Lambda 小于 CI 这样子呢 这一头 就正完了 另一头就是同样的对称 就是没标证了 好 好 那么这一波的构造之后呢 我们另这个 Qp呢 就等于这个 C1 D1 CN DN 好 那这样子呢 那这样子呢 就有Q Qp Qlambda 同时呢 VQp呢 它肯定就小于2VQ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每个Qp呢 你对每个CIDI 你把它分成 那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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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ubes是不是就 我们通过partition来选择这个覆盖 对吧 cubes 它每个width呢 它都小于对吧 它每个width都小于delta 并且呢 又根据我们的 10.4 你vq撇 就等于什么 volume of q q 好吧 你vq撇 vq撇 小于对 小于二 q 好 第一步是中文的 就是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说,首先我们先选取一个C ClosedCube NA 然后呢,你让这个DGX 下一个M,对缩的X出一个C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不能是无线嘛,对吧 你无线,你已经假设它是CE函数了,对吧 所以它一个导数都得存在 你存在的话,那你每个entry都得是有线的,不能是无线的,对吧 所以这个M是存在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想说明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C,它的Wth呢,是W 那么,GC呢 它是一个ClosedCube 然后呢,它的宽度呢,是N乘M乘M 就是看起来比较不缺手直观 但是它这个只是一个记住性的这一步 就是带来证明我们真正定理之后,它只是 就是缩上 好,那么让这个 A呢 Center,我们选一个中心嘛,选一个中心去 那么C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当什么 意思就是说什么 意思就是说X属于C A 当些简单 X和A的距离是小于 这个 W 对吧 W除以2 ClosedCube,所以是小于代理 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我们的中指定理了 对 因为你这个 ClosedCube肯定是 对吧 2级 对吧 X属于C 那你存在一个CJ 就是从A 到X一条直线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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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这个 G J X G J A D D G J C J X A 那么也就是说 你有 G J A 小一点于N 乘上 G J C J X A 对吧 小一点于什么 你乘个N嘛 对吧 那么它就小一点于什么 N M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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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这次就是说什么呀 GC contain the ClosedCube Width Width 你每一个X 对吧 每一个X 都和这个 A呢 是小一点于它呢 其实这是closedCube Width N M 的Width 对吧 它的宽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第三步 Step 3 我们证这个定理 好 有了我们的准备工作之后 我们开始正式证明这个定理 首先呢 我们有这个A 和这个E 对吧 首先 Ci 是什么 这个 Ci 就是compact subsids Ci是compact 并且呢 所有Ci的Union呢 是等于A 并且呢 Ci呢 它是Ci加1 内部的这一个子机 然后呢 让EK 等于 它以E 的这个交集 我们只需要证 它是零测路径 因为这样的话 你给它取一个病 对吧 其实就是A的嘛 你给它取一个病 应该取一个 对所有K取一个病 就是A的嘛 对吧 那么GA就是零测路 但是 因为你这个 零测路径的 有 可属 无穷 的这一个病 它还是一个零测路径 所以这个没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看 因为什么 CK呢 它是一个紧急 对吧 所以说 根据我们这个引力 引力 引力好像没输 我输在这个引力 引力就是说 如果X是一个 仅此空间 然后呢 U是一个包含X的一个开极 那么就存在一个EPSON 是的 你满足这个 就是说 所有的EPSON 对于任意的X和任意的Q包含X 你都存在一个EPSON 使得 这个 你满足这一个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DX是一个连续权数 对吧 那么我们定义FX等于这个 那X就是连续权数 并且X大于0 对于任意的X和X 为什么 因为如果X和X的话 就是属于U嘛 对吧 就存在一个立方体Q 它的这个 DELTA领域 是包含Q里面 那你就得到了FX 它肯定是大于等于这个 对吧 这没问题 然后呢 因为F呢 是在 紧急上的一个连续权数 并且呢 它是什么 它印象到是实数海数 那么跟着我们这个E 这个 微分学 不是微分学 就是分析学 就是你存在一个极值嘛 你存在肯定能取一个最小值 然后呢这个最小值呢 肯定就满足这个 因为你每一个都存在一个 你选一个最小的那个 好 C号排 金子鸡 那么就存在一个 DELTA 是什么呀 CKC DELTA A 是包含于这个 这个开子鸡 对吧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再选个N 就是那个控制它这个 选了这个 D X 对 对 对 X 15 C K加1 K加1 好吧 最后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些基本的Sitings 用这个引领 然后呢 根据第一步 我们 对吧 零测度级的话都可以 看Many Cubes 其中呢 Waith呢 是小于这个 并且呢 它的Volume呢 是小于EpsonP GK3P 是等于一个什么 是等于一个Epson Nm 的N次方 就任意Epson 所以EpsonP 也无所谓 对吧 好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C啊 我们是有每一个 我们都有这个 CK交 EK 也不对 就是我们 这每个Cubes呢 每个Cubes呢 都可以CoverEK 对吧 然后呢你让 B B Cubes 再 Intercepts EK 就是有胶的 你再把它算一下 那么因为呢 Di 它的这个 宽呢 是小于Delta 并且呢 它是 就这个CK加E里面的 对吧 那这一步呢 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让这个 xi 属于 Di 交CK OK D呢 是Di的一个Center 然后呢 X属于Di 好 那么 你就有什么 X接XI 你根据用下39 不能是它就选择Delta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Di啊 每一个X X 属于Di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它是属于 每一个Di都是 那它肯定是属于这个 这个什么呀 C CDelta A 对吧 那你肯定是 它 那就是它 对吧 所以说 Di是C K加E的一个 子机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有 它是写了一对M 对吧 Di 它 对于 X属于Di 那么 根据 第二股 我们得到G Di 它肯定是属于某一个Cube 它是一个Cube 对吧 第二股 其中呢 其中呢 它的Wid呢 N乘M乘 Width Di 对啊 它的Volume呢 N 就 它 N F 它 它 它 那 对吧 因为它的VTX 就等于什么 width的分次方 这是计算公式 对吧,我们定义这个长方形的种 就是这么定义它的体积的 好 那么 这样子呢 这些Cubes DIP Cover了 变形了 那么这个就是 证完了 这个EK 它是E字极 所以是零测路级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ByStep1 因为Step1呢,我们是说 F是一个零测路级 好吧 对吧 我们第二部 对吧 我们这个GDI呢 它都是 可以属于一个Cube DIP 根据第二部 对吧 你看 如果你有这个 你看我们第二部说的是什么 Close Cube 使得 它的相机也是一个Cube里面 那你看 你在一个Cube 对吧 你在Cube里的相机还是一个Cube里 你的width 然后呢 有它的Volume 然后呢 你所有的DI片 因为你所有的DI Cover了EK 对吧 那你所有的DI片肯定Cover了G EK 因为你每一个DI片 你每个DI片 都是Cover了GDI 对吧 所以 你这一步就行 然后呢 你每个DI片 你的TotalVolume 就是Less than 是吗 所有的它加起来 那所有的它加起来 对吧 VDI片 你所有的它加起来是 小于这个什么 对吧 小于这个EPL 对吧 APP上PL 所以 就是Less than 那 就整理 先睡一觉 明天 起来再继续录